本集内容将会提到,一火星已被各种生命形式占据,包括大脚怪、蚂蚁人、爬行类生物和昆虫类生物。 地球联盟现在拥有火星上的古代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之前由黑暗舰队所有。 二、火星上的白羊座一号暂时被撤离,使得火星抵抗组织得以在银河联邦的指导下建立自己的政府。 三、火星上的爬行类生物和昆虫类生物致力于建设和平社会并保护它们的领土。 火星上的人类之前是奴隶劳工的一部分,现在正在接受康复,并有选择地重新融入地球。 四、半人马座人在火星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并帮助人类殖民地改善它们的栖息地和生活方式。 五、埃隆、马斯克正在通过建造先进技术来弥合地球上已知事物和外星文明现实之间的差距。 已经有人类殖民地在火星上定居,过去两年一直在进行火星的造星工程。 地球联盟已经掌管了土星,并在那里进行军事考古任务。 计划在木星附近建立一个空间站,以容纳日益增加的航天交通。 如果你看到这里,代表你对这些内容有兴趣,那就麻烦按下订阅,以便将来可以看到更多优质内容。 开始本集内容。 系统几乎所有的行星,我指的是常规行星和它们的卫星。 这很多都被当地生物形式或者殖民地或前哨所占据,它们都是被占领的。 但是有三颗行星,我想要谈论一下,在火星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你知道,自从抵达这个星系,火星就被居住着。 你知道,大脚怪和蚂蚁人来自火星,当星球发生大爆炸时,它们在地球上寻求庇护。 顺便说一句,如果你看火星上的马林峡谷,你会看到一个大块缺失的疤痕。 当然,那是因为一颗巨大的陨石经过造成的,真的很可怕,不是吗? 所以,火星一直有生命存在。 你知道,那里有当地的爬行类动物,仍然存在,还有蜥蜴人,昆虫人等不同的物种。 但是有什么新鲜事呢? 嗯,Aries Prime现在处于地球联盟和银河联邦版本的世界之中, 从火星的解放转变为地球联盟,所以地球联盟现在已经接管了在火星上的古老殖民地。 这些殖民地主要是被黑暗舰队占有,黑暗舰队已经离开了我们的星系,2021年离开的。 但是,这些设施现在,好吧,官员,爬行类动物和所有黑暗舰队人员已经撤离, 但是留下了所有的劳动力、奴隶以及那些住在那里的人,他们被告知地球已经爆炸了,上面没有生命。 所以,所有这些人都留在那里。 所以,自那以后发生的事情是,那些在Aries Prime的人被暂时疏散了, 因为火星的抵抗组织被允许进入Aries Prime,这是他们的胜利,是他们的骄傲, 他们做到了,他们拯救了他们的星球。 全球自卫军帮了一点忙,但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努力。 所以他们被允许随心所欲地进入Aries Prime,破坏了很多东西, 然后一切安定下来后,让我们来谈谈这是你们的星球, 你们将建立自己的政府,我们将帮助你们,提供建议, 你们可以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正在帮助并指导西域人如何建立一个和平的社会。 实际上,我们正在发现,特别是蜥蜴人是非常有灵性的物种。 我的意思是,我很喜欢和Rebecca Rose有关与火星上的蜥蜴人相处的这个视频, 我真的建议人们去看这个视频,它有很多惊人的事情要告诉你。 它真的很了不起,现在它们已经安顿下来, 开始在属于它们的自由世界中建立自己的社会。 昆虫人也正在确保它们的领土,它们有自己的领土,自己的事情, 但是一切和谐,它们不再需要与任何人战斗。 火星上的昆虫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侵略性, 因为它们被迫战斗是因为损失了四肢, 它们是在为自己辩护,为自己的领土而战。 但现在,它们不再需要这样做,它们非常有灵性, 它们是跨维度的存在。 你知道,关于人类,人类的殖民地主要是奴隶劳动力, 现在它们被告知真相,地球非常好。 当然,地球上的情况有点混乱,但是人们可以选择回去。 所以现在有一个对火星人的康复计划, 因为在火星上出生的人已经有了四代, 他们正式成为火星人。 所以,火星上的人类,他们参与了这个计划。 他们在财富保证联合会的指导下进行, 以帮助他们重新融入。 如果他们想要融入, 因为你知道他们之前没有人在地球上生活过,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未见过地球, 所以他们需要接受教育。 如果他们想要访问地球, 他们可以选择在那里生活, 这就是这样一个计划。 在月球上有一个设施, 用于过渡, 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此外, 还有关于火星的其他内容, 你还有阿尔法半人马星人, 西洛西人, 你还记得, 去年索隆负责将阿尔法半人马星人带到火星上, 一个由科学家和植物学家组成的殖民地, 专门研究构建生物圈等。 他们教导人类殖民地如何改善栖息地, 种植自己的食物等, 并开始教导他们如何建立更好的栖息地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 所以, 是的, 他们与阿尔法半人马星人居住在一起, 阿尔法半人马星人也一直在帮助地球, 他们在我们中间生活, 无论如何, 现在我们在地球上所听到的和实际发生的之间存在着差距, 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个差距, 所以这个差距背向埃隆, 马斯克或贝佐斯这样的人以高速填补, 但埃隆, 马斯克是这个变革和进步的真正的尖端, 我是说, 通过建立这些技术, 人们会相信这个变革需要时间, 但实际上, 这些技术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秘密太空 计划开始就已经在使用了, 你知道, 在火星, 月球等地也在使用, 所以, 已经有新的人类殖民地, 在这些古老的殖民地和阿尔法半人马星人建造的新设施上定居, 这是好事, 火星也在进行着陆地形塑造, 这项工作两年前开始, 在解放火星胜利后, 与土著爬行动物火星人的协议下进行, 我记得这个会议, 我在这个系列的书中描述了这个会议, 我想是的, 那是在木卫三, 他们在那里接待了一只来自土著爬行动物火星人的代表团, 讨论有关火星的事情, 直到我需要知道的时候, 我才被告知这是关于那个计划的, 所以很有趣, 地形塑造意味着有一天, 生物穷顶将只是过渡性的, 人们将在外面生活和种植, 猜猜看, 谁在火星上有一份工作? 是地形塑造的公司组织, 詹汉丹威利斯知道这个, 他刚在火星上得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 作为一个地形塑造师, 他正在接受培训, 就像一个实习生在火星上工作, 他将与我们分享在火星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以及火星的地形塑造, 还记得去年索隆在陪同阿尔法半人马星人的时候, 发生的可怕地震吗? 他说在阿里亚斯首都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地震, 传给我这个信息说, 一些阿里亚斯首都的建筑有些开裂, 但这是由于地形塑造, 几天后, NASI宣布, 欧天啊, 火星发生了地震, 我们从未见过像这样的火星地震, 星系中的一次地震如此强烈, 我当时就像是谢谢你, 不管怎样, 土星土星是阿奇帝国的一个让步, 他们托管在土星的东西, 间接地掌握在马尔杜克的手中, 嗯, 所有这些白痴已经被从星系土星上拿走了, 土星因为他不是帝国的继承人, 而掌握在了地球联盟的手中, 所以在他继承了所有这些, 这些都不是他的继承物, 他在阿努的托管下, 但是是的, 正如正确的政治权利所说, 让我们只说是或者好的, 总的来说, 你说好, 他去年把土星的控制权交给了地球联盟, 克里斯, 奥康纳也在那里见证了这一点, 所以我非常高兴他也能确认, 在月球上, 我们必须有分歧, 你知道的, 如果你关注我的工作, 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在上一次网络研讨会上宣布, 我认为阿琪把尼比鲁飞船移动到了木星轨道上, 并且我向大家解释了我当时的情况, 现在土星掌握在地球联盟的手中, 是的, 他对此不感兴趣了, 这不再是他的问题, 他对土星目前发生的事情非常满意, 地球联盟已经与考古学家组成了一个任务队, 如果你很快听到JP谈论土星的任务, 我不会感到惊讶, 因为现在土星上正在进行任务, 他是与考古学家团队一起进行的, 我想去, 我做得足够好吗? 事实上, 你必须是军队中的一员, 并且是一名考古学家, 去探索土星上遗留下来的古城, 那里有大量的古代技术, 有很多古城, 虽然都已经废墟, 但仍然有一些技术, 几个月前, 安琪带我乘坐飞船, 我看到了这些漂浮的城市, 虽然是废墟, 但它们还在云层和土星之间悬浮着, 里面没有人, 都是毁坏的, 但它们仍然漂浮着, 因为它们仍然有涌动技术, 比如适合扭力厂的工具, 不是的, 没有技术可以做到反中力, 他说是材料本身, 所以建造这些城市的人不是阿姆纳基人, 他们使用的是一种材料, 我知道文特对此会很兴奋, 这种材料的原子结构具有迷你扭力厂, 这意味着这种材料本身没有重量, 这些材料之所以漂浮, 是因为它们的结构, 因此地球联盟将研究这种材料, 看看它们能否进行反向工程或者其他研究, 因为这是一门了不起的科学, 想象一下你可以用这种材料建造飞船, 不再需要扭力厂,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据认为, 这些城市是由我们所称之为古代建筑师的神秘文化建造的, 与星际联邦无关, 它们在我们星系的各个地方留下了废墟, 让我们继续关注, 希望下次我能更多了解土星, 无论如何, 我会像往常一样制作视频, 因为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以保守的。 朱碧特, 嗯, 朱碧特现在因为埃拉现在就在朱碧特附近, 塞德斯将会永久驻扎在这里, 这里变得拥挤起来了, 所以决定开始建造一个大型中心, 因为木星的云层中有额外的指令, 它实际上无法容纳所有人, 而木卫三是一个小行星, 所以它们计划使用许多船只来建造, 整个星系的构造将有许多领导者和它们的船只 一起负责建造一个巨大的空间站。 但是这需要时间来建造, 但这将是一个比木卫三更方便的东西, 地球人将能够接入和对接, 它将成为一个商业中心, 因为它就在漩涡旁边, 就像深空九号一样大。 我非常兴奋, 我希望能获得该项目的资料, 一旦我了解更多, 我会及时报道。 这就是我们星系中的三个主要点。 谢谢。